溫哥華市政府舉行了一個攀長儀式 加許為雙殘人士提供撥動設施 作出貢獻的個人和團體 林慧森跟我們說說 今年獲獎的個人是Bruce Grimor 而獲獎的團體是Development Disabilities發展雙殘協會 Bruce Grimor是一名新年者 他曾參加2008年在北京舉行的雙殘奧運 及2010年的溫哥華雙殘東奧 他表示他對溫哥華的方便殘障人士設施感到滿意 而團體得獎者Development Disabilities發展雙殘協會的行政總監 Elena Hendra就表示 他們獲取獎項是對他們努力的肯定 温哥華市政府的方便雙層人士活動設施獎項 是要颁发给为双层人士提供活动设施 作出揭出贡献的个人及团体 新时代电视 林卫生报道 好了 我们第一部分的新闻已经为大家报道过了 一式发来